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跟随着上个星期的主题 继续的来到鸿生的长生店里 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张启峰教授 启峰老师你好 主持人嘉瑜您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上星期启峰老师在最后最后 其实聊到了一个话题 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 就是讲到历史跟历史剧 是的没有错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剧本的写作是一个文学的一个脉络 然后是一个虚构的一个部分 但是历史它记载基本上是一个真实的部分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曾经以鸿生的这个长生店 然后还有跟他同时期的烧碗的这个孔上刃的桃花扇 来做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比较 那两部剧作呢都是锁定在男女主角的一个爱情 离合跟历史的一个兴衰 那鸿生他其实呢是以这个安史之乱大唐果实做一个背景 来凸显李扬之间的爱情 所以呢他其实用了一些历史的一个材料 但是呢他重新塑造了这个杨贵妃的形象 根据这个历史记载 在新旧堂书跟通鉴的里面都提到了 其实杨贵妃有两次出宫的记录 第一次呢是在天保五年 第二次呢是在天保九年 那分别呢是因为第一次呢是一个杜汉五指 然后呢其实呢是忤逆圣指的这个意思 后来呢第二次是他偷了宁王的子玉笛来吹 那但是呢在长生殿这部剧作之中呢 我们就发现了一次 唐明皇把杨贵妃呢遣出宫的 但是呢洗得很快很快 就又把他复照回来了 那另外呢像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提到了这个谈词 在谈词当中呢 辛亡之恨应该呢可以当作一个鸿生 他自身深切连接的一个感慨 那他把地点呢安排在南京这个地方 但是呢我们如果去查队一下 在唐代杜甫所写的诗 江南逢礼归年 他其实地点呢是在潭州 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 两个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鸿生特意设定在南京 当然有因为这个空间 这个地理位置跟他的历史连接 而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意义 然后呢再过来 其实呢鸿生他可以说是入侵第一代 那游民入侵的种种的事项呢 可能可以借由他的父子被他的师友 可以拉得出来 所以相对于此 清代当然就是女真人 比如说呢第28号出骂贼当中 那这个雷海青都念到了 武将文官总就了 恨他反面世新朝 那世新朝虽然讲的是安禄山 但是呢其实呢可能我们都可以了解 他是连接到游民入侵 继续在清代为官的那些官员 这个部分可能要请齐峰老师 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好像在后来 我们大家所熟悉舞台上的长生殿里头 很少有看到雷海青的出现 他几乎都已经消失了 是那这个呢 其实呢我们要从整个演出脉络上面来看 刚刚提到了长生殿的五十出 由于这个明代清代文人传记 他的篇幅都非常非常的长 你要全剧演完 可能要到三天中 我们刚刚提到的长生殿 对就是三天三夜的非常大的一个壮剧 所以你其实没有办法 每一次演出都是全本的演出 那可能呢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昆曲的折子戏 那折子戏呢 其实呢就是从原来的全本的剧本 拉出来演的 比如说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游园金梦 那其实呢 他是在汤贤祖的牡丹亭剧本的金梦 这一出 然后后来呢 把它分成两个段落来演出 事实上呢 新写好的剧本 可能一开始会有几次 全部演出的状况之下 那开始呢 观众就会有所期待 期待什么 我就看好看的就好了 可能有的朋友啊 你在追剧也可以回想一下 你追了这个剧 第一次第二次之后 你还会从头看到尾吗 就跳着看 是 跳你想看 或者跳精彩的部分 那所以呢 折子戏 大概有一些脉络是因为这样子 而流传下来的 所以雷海青啊 应该是在第二十八出骂贼的这一折呢 可能呢 后来就逐渐淡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昆曲的舞台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雷海青他骂贼 就是刚刚老师所提到的 刚好就牵涉到汉人胡人之间 有可能 所以他引射到清朝 对 在清代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敏感 而且呢 甚至应该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因此呢 也有可能 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桃花扇 也有学者认为说呢 因为桃花扇讲的就是明代跟南明的事情 那根本就是跟清代的很多历史是交缠在一起的 也因此因为政治上面的考量慢慢慢慢的 就比较少出现在舞台上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当然知道安禄山是胡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胡汉对立就连接到了清代当中 女真跟汉人之间的一个对立的状况 所以沿着这样子的脉络底下呢 对于义族啦 对于二臣的这些描写 然后呢 还有亡国之痛跟故国之思 大概呢 就可以从整个剧本当中的相关的这些折子呢 都可以看得出 洪生藉由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来表现出唱不尽的心王幻梦 谈不尽的悲伤感叹 好 这个就是长生殿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上个星期啊 齐峰老师也有特别提到 其实洪生的这出长生殿 它真的就是一个历史背景 但是它是以情为主 是的 可是它在情里头 它好像又自己又做了一些裁剪 它把它不要的通通删掉 是是是是是 没有错没有错 好 这个其实呢 我们在上个礼拜 跟大家介绍了洪生的这个长生殿 第一出传概里面 他就提到了 金谷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 所以呢 他既然要强调情的这个部分 他就必须要重新塑造 甚至说呢 是进化杨贵妃的这个形象 那我们当然知道 根据历史记载 其实呢 杨贵妃啊 就是呢 受王妃之后呢 才入宫变成贵妃 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的转折 那基本上 唐明皇跟杨贵妃 就是一个公公跟媳妇的关系 你如何来凸显 他们之间坚证的爱情呢 是 好 再加上我们之前 跟各位朋友介绍过的武童语 杨贵妃跟安禄山之间 已经有私情了 所以呢 你如何在一个有小王的 女性形象当中来凸显 他对于这个老公的坚证爱情 真的很糟糕 又不伦又有小王 是的 所以洪生必须要先排除这两个男人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在一开始的这个情节 跟身份的设定当中呢 就看不到受王的这个脉络 而杨贵妃 他就以一介宫女的这个身份 而受风成为贵妃的 那洪生他特别提到 要进山杨贵会士 所以呢 他排除掉这两个男人 其实呢 就可以某个程度呢 让他的形象呢 是比较完整的 比较纯净的 来出现在唐明皇的面前 所以呢 在第二出的定情里面 唐明皇就这么说了 他说 拙见宫女杨玉环 德性温和 风姿秀丽 补姿即日 测为贵妃 很单纯的 杨贵妃 她就是宫女 她不是寿王妃 好 而且呢 我们在整个的长生殿的情节安排当中呢 当然导乱分子 安禄山会出现 那重点是呢 她其实没有跟杨贵妃 有正式打过照面 她其实比较看到的 就是杨贵妃的三个姐姐 很漂亮 换言之 跟梧桐宇当中 安禄山既要江山 又要美人的这个意图呢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安禄山在长生殿当中 纯粹的就是要夺取大唐江山 所以呢 一方面也不是公公跟媳妇的关系 二方面也没有小王了 所以呢 在这个单纯的宫女 而成为了这个皇帝的最爱之后 杨贵妃就要来面对 她的爱情保卫战 她有情敌 是的 而且呢 一个是姐姐 那一个呢 是比她早入宫的梅妃 所以其实也不是那么轻松 但是呢 我可以发现 其实鸿生在长生殿 全部篇幅五十出当中 其实呢 她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安排的 怎么说呢 我们如果从结构上面来看 她的上半部 也就是一到二十五出 其实呢 讲的就是杨贵妃 她入宫 然后呢 定寝之后呢 经过她的爱情保卫战 两回合之后 她的地位确认了 但是很快 在第二十五出 满玉的这个请接当中呢 她就在马维波 自意身亡 结束了杨贵妃在人事 这个阶段的所有的事情 鸿生呢 其实呢 在她第一出的传概就提到了 天保明皇 玉环妃子 溯源正当 她们到底前世 是什么身份 有什么的牵连呢 当然 这个呢 又会跟二十五出 满玉之后 杨贵妃 她变成了一个魂魄 不断的来追索 追寻唐明皇之外 她更加对她在人世间 因为爱情的享受 而引发了很多的 这些负面的事情 有一个深深的追悔 在这个追悔当中 她才了悟到说 她其实上辈子呢 是天上的蓬莱仙子 而唐明皇呢 是孔生真人 对 所以 鸿生呢 巧妙的 用上半部 来铺陈 人世的一个爱情 她在下半部 来铺陈 阴阳两格 最后天上重圆 的这个情节 所以呢 其实杨贵妃呢 她是历经了生死之后呢 回返天庭 但是这种说法 是只有出现在长生殿里 还是在之前的 哪几个历史的作品 其实比较多的是 民间的传说 那像鸿生他提到了 借太真外传 普新词 这个太真外传 也就提到了 唐明皇的前世呢 就是孔生真人 那其实很多的民间传说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就是呢 杨贵妃她就是蓬莱仙子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爱情 好像郁家的凄美 怎么说呢 就是呢 好像天庭的金童玉女 她们在天上犯了天归 要被竹下凡尘 然后呢 历经一些劫难之后 才能够在天庭重圆 那在这么走 这么一遭的过程当中呢 鸿生又很特别的 安排了一双 应该说两双眼睛 哪两双眼睛呢 就是呢 织女心跟牛郎心 织女牛郎 她会出现在什么场合 或者一年就见那么一次 就在什么时候呢 就在七夕 那在长生殿当中 有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就是呢 七夕杨贵妃蹊巧 她希望能够跟唐明皇 生生世世在一起 所以这个很多的一个脉络呢 鸿生呢 是经过一些设定 把它牵连在一起的 而我们借由织女之口 也可以了解到 哦 原来他们上一辈子 是在天上 那必须要下凡 递节 那看他们两个人的真心如何 才能够决定 他们是否能够再度重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好像有了一个更大的格局 但是呢 我们其实如果把它 拉回到明代清代的这些 编剧的一个手法当中 其实也可以了解到 其实呢 在某一些剧作当中还常常出现 比如说你是有一个之前的身份的交代 或是有一个前世的一个交代 让你这一世 让你现在的状况呢 有一个很清楚的脉络连结 甚至是政治正确 那拉过来讲 可能可以把前半的这个25处呢 当做是一个以叙事为主的一个发展 后25处呢 可以说是一个抒情为主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 很妙的就是说 洪生他竟然在他的长生殿立言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呢 我把这个剧本呢 有了另外一个28折的版本 哦 他自己还有另外一个28折的版本 那这个其实很妙 为什么自己写的 很丰富饱满的武士出 还要来个28折呢 这个就反映出了当时的一个状况 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嘛 你这个一个新的剧本写成之后呢 不太能够每一次演都演全本 那可能就慢慢慢慢产生出折子戏 可是呢 有些状况就是说 演员他看 他发现当他在演出的时候 抬扎观众没有反应 或是观众不太买单的时候呢 他就可能就会自己 把剧本呢 做了一些裁剪 那当然呢 就剧作者的观点来讲 可能裁剪掉到不是他 他愿意被裁剪的 所以他就比较有先见之明的 鸿生就比较有先见之明 说好 那我就 我有50出的版本 我也有28出的版本 如果演的话 你如果学得太长 你就演28出的版本 免得让别人乱删 还不如我自己先删 对对对对 没有错 其实呢 无独有偶 我们刚刚提到了 孔商人先生 他这样说 但是他不是把44出的桃花扇 做成一个节选本 而是说 我每一出的曲子的数量都减少了 请你就是演员 请你不要再随便删我的曲子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就说我们可以去了解到 那代表了其实呢 在整个的一个 从文字到舞台的演出过程当中 演员扮演某一些关键性的角色 他可以有很多的一个决定权来选择 到底要演出哪一些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传统折制器当中 长盛殿 他留下来的那些折制器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埋玉啦 或是埋玉前的经变啦 或是之后的弹词等等之类的 当然还有很多抒情的这些场子 都可以了解 那个时候的观众 他如何的喜欢这些折子 而一直流传到现在 好我们刚刚提到了杨贵妃 那个洪生呢 那帮他排除了两个不应该存在的男人之外呢 杨贵妃要自己去奋战他的两个其他 消灭了两个情敌 对那等他奋战完了之后呢 他的地位已经拱布了 所以呢他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好人以下的 跟着他的亲爱的老公唐明皇呢 在秋天的午后呢 可以去游玉花园 那这个呢 是在成生殿当中的第24出金变 那金变这个折子呢 其实也可以拉成小雁跟金变 就是小型的雁货 那其实小型就是夫妻两个人而已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夫妻老公这样的名词呢 也就是说金由洪生他在前面24出的一个铺陈 我们其实呢 基本上可以断定帝王后妃之间 还是可以有如一般家庭之间夫妻的爱情 所以我们才不是用帝王后妃 而是用老公跟老婆这样的称谓 那在这样的一个游园当中呢 杨贵妃跟李隆基呢 就展现出了非常恩爱的一个情况 而且是没有任何负担 没有任何压力的恩爱 可是那洪生很巧妙的 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幸福的顶点 很快的也就在同一出 原来的边关急报 安禄山已经攻破统关 几日禁逼长安 那唐明皇怎么办呢 他当下决定就要到四川过去了 那当然经过了马维波 我想各位朋友就知道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说 这是在顶点的部分 也就是说就是这么一场 就是小宴里面 然后呢结束之后 第25出 他就相效欲允了 他就已经变成魂魄了 所以26出一出来 他就是魂蛋 我没有骂人 他就是魂魄的弹架 所以呢 其实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情节转折 由幸福的顶点往下执坠 堕入到悲情的深渊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幸福顶点的刚开始 天淡云闲 猎长空 树旁新宴 夫妻两个人非常自在的 非常轻松的来游御花园 然后呢 携手向花间 在秋天当中的游园 在一切事情都不在烦心的前提之下游园 两个人心心相应 花园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反映着他们两个美好的心情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从他的曲子当中看得出来 两个人相爱的一个印象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块来欣赏 这就是在昆曲长生殿惊变这一则当中 杨玉环以及唐明皇幸福的顶点 我们来欣赏由苏州昆剧院赵文林 以及王芳他们两位所带来的演唱 天大海云西离长空 甚至烦场空 大海云西离长空 祝 Лили 也很坏 联atching vi 飞 真的 山 山 南 斑 绿 青黄 青地绿 有你红鲜 我放弹 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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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在爱 奴婢高丽世接驾 请问祖爷娘娘夏年 优优独播剧场 百岁飞子 真空地 三不一回 下期 心 心 心 百岁飞子 百岁飞子 好 好 打 啊 啊 啊 哎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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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 Peace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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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 一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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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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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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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子 海 避兴 水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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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继续回到 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 张启峰教授 来跟我们聊聊 洪生与他的长生殿 刚才老师有提到 洪生在这个作品里头 他其实让爱情 更加的进化 所以他主动的 删掉了两个男人 一个是安禄山 一个是寿王 但是却又让杨贵妃 自己去奋战 打倒另外两个女人 没有错 感觉起来这个部分 有点像我们现在看的宫廷剧 其实就有点宫斗 但是其实也不那么宫斗 但是呢 其实我们可能可以先跳开 这个麦楼 我们再想一下 就是我们当然 我们从现在当代人 对于爱情的 我只能说某一些人 可能不一定全部人都会这样子 他们希望呢 其实呢 彼此是相专属的 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那在以前的宫廷当中呢 好像这是不可能的一种价值 是啊 嫔妃可以要求说 那个皇帝是我的专属吗 对 他对于爱情如此之专断 或者对于爱情的期待如此之大 大到说 我希望皇帝跟我是彼此专属于对方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可能是一个比较匪夷所思的 但是呢 洪生就让杨贵妃 做了这么样一个爱情保卫的一个动作 而且呢 还是两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呢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 其实在前半25出当中呢 其实第二出很快 就是定情 定情呢 其实就是杨贵妃呢 被册封为贵妃 但是再过来呢 第一个阻碍 或者第一个状况出现的是谁 就是他的姐姐 果果夫人 当然因为唐明皇呢 看上了果果夫人 所以呢 因此呢 就有了某一些的一个状况 杨贵妃因此非常非常不高兴 他跟唐明皇去游驱江 他竟然自行回宫 不甩皇帝 所以呢 皇帝呢 就让他出宫了 剧本里面就是这么写的 他说呢 贵妃娘娘五指 就是五逆圣子 其实就是他不太爽 他就先回去了嘛 对啊 那圣上大怒 命高公公送归丞相府中 就把杨贵妃给送还到了杨国中的那边去了 有趣的说这是早上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唐明皇呢 把杨贵妃送走之后呢 他就在那边发脾气 那常常生气 他就自己说了 他说呢 杨妃交度心中不愤 一时诗迹将他遣除 他说他自己一时呢 就是唐明皇自己一时没有想清楚 就把他遣除宫了 自他去后 触目总是生政 就看什么都不顺眼 对警 无非惹恨 看到所有的事情呢 都让他呢 更加的生气 所以呢 冰雪聪明的高丽士呢 了解这个状况 那当然就说 没有关系啊 你一早把杨贵妃送出去 你晚上呢 你再把他召回来 也没有人神不知鬼不觉 没有人发现 所以呢 果然杨贵妃又复召 然后呢 又回到了宫中 所以呢 这一次是第一次 被皇帝呢 遣除宫 但是呢 皇帝又不能没有杨贵妃 所以呢 又把他复召回来 好 所以第二个呢 就是 没飞 但在没飞之前呢 其实呢 有一则非常重要 就是禁果 禁贡 或者禁献 这个水果 什么水果呢 大家都知道杨贵妃 爱吃什么 李芝 所以呢 以前呢 就用黑马宅急便 从 不是黑猫 就黑马宅急便 从远远的 这些岭南的地方呢 马不停蹄了 运送了荔枝 到了长安城 为伯飞子一笑 可是为伯飞子一笑 就起死了多少马 踏坏了多少两天 而且呢 百姓因此被马踩死 这个在剧本里面都写到了 就在禁果这一则 所以他不知道 或是呢 不经意的 其实呢 对老百姓有很大的伤害 那这个其实是不经意之下 所产生的一些伤害 这个当然呢 其实呢 是之后 杨贵妃等等呢 都会忏悔的一个结果 那另外部分呢 当然 他们两个 虽然在第二出就定情了 虽然国国夫人的障碍 已经排除了 可是老公 好像想着别人的女人 这句话有点怪 皇上 他不可以去找别的嫔妃吗 当然可以了 好 所以呢 在第十八处 夜院 这一则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说 杨贵妃在等 这个唐明皇 唐明皇说 那他今天就不过来了 可是后来 竟然有小的话消息说 他跑到那边去找梅妃了 那这个呢 接着当然就是序格的部分 序格呢 就是杨贵妃呢 知道唐明皇去找梅妃 非常的生气 好不容易等到了快黎明 就去心事问罪 其实有一点像抓奸 有时候会想到抓奸 可是何奸之友呢 在那个逻辑之下 杨贵妃在这个很奇怪的人吧 但是妙的是 妙的是 竟然 唐明皇对于这个杨贵妃的 心事问罪 也心生畏惧 对 他赶快请梅妃呢 躲到了夹目之中 但是呢 情急之下呢 又留下了证据 就是一双凤鞋 然后呢 一朵淬电 这个证物呢 被杨贵妃找到了 那怎么办呢 那个唐明皇只能耍赖 那最后呢 其实整个事情 告一个段落之后 唐明皇他就提到 他说呢 寡人徒的半夜欢愉 讲的就是他跟梅妃的事情 那反受十分烦恼 就是他看到了杨贵妃 有一个脸这样子 然后呢 欲待呵斥他一番 又恐他反倒我偏爱杨妃 又怕杨贵妃认为说 你就是因为喜欢梅妃 所以呢 来念我 来斥责我 直说忍耐些吧 这个是皇帝亲自讲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 唐明皇 他是如何的看重 他是如何的真爱杨贵妃 当然呢 到了最后 他呢 其实呢 也姿态很低的 那杨贵妃也了解了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就又算是结束了 所以呢 可能也让李隆基 了解到了自己的最爱 是杨贵妃 而梅妃呢 从那一次当中呢 忍气而回 一病而亡 哦 所以梅妃就 就 往生了 而往生了 所以呢 这个障碍也就排除了 那当然就是 宫中 当然就是 为杨贵妃 就是这个部分 因为杨贵妃其实呢 之前呢 他有内心 有一个想法 他说呢 梅妃啊 妃是我容不得你 只怕我容了你 你就容不得我 哦 不是你死就是我 对啊 那这个可能就是 在恋爱中的女人 也是内心会有的一个恐惧 这个其实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 洪生的安排当中 杨贵妃 赢过了 这样子爱情的考验 而让她有一个比较很稳固的地位 那当然再过来 就是呢 密室 来到了七夕佳节 在七夕当晚呢 杨贵妃呢 乞巧 请上天保佑 她跟李隆基的爱情呢 能够坚真稳固 所以在这个乞巧当中 我们就不免想到了 其实呢 在白璞的梧桐雨当中 也有杨玉环乞巧这个情节 但是呢 并不知道说 杨玉环乞巧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们只知道说 这个皇帝呢 看到了杨贵妃在乞巧 就交代宫女 不要去吵她 她要慢慢慢慢的 去接近杨贵妃 那想不到呢 我是说在梧桐雨里面的情节 想不到呢 杨贵妃养的鹦鹉 就是说 胜上来了 胜上来了 那杨贵妃呢 就一阵脸红 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所以从这些 聊 从这些情节安排 我们好像可以连结到说 其实杨贵妃 到底蹊跷的内容 是不是祈求上天保佑 她跟李隆基的爱情坚真呢 可能不一定是如此 对 那这个其实又会连结到说 我们提到了 其实在密室之后 很重要的情节 就是小燕金辩 再过来 最重要的其实呢 就是杨贵妃在马维波的这个部分 那马维波当然是一个第二十五出非常重要的转折 可是呢 我们从马维波的情节安排 从马维波的这个曲词 又可以对照到这个梧桐雨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在梧桐雨的第三者当中呢 杨贵妃就这么说的 他说陛下整身救 妾身已救 就陛下你赶快想办法救我吧 可是呢 我们看到了长生殿第二十五出马维当中呢 其实呢 杨贵妃他说了 他唱了啦 望无皇抛奴吧 只一句伤心话 这两个很不一样 对 他就说皇上你不要以我为念吧 你就让我离开吧 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子 才能请唐明皇 对 六军他能够解释叫唐明皇 六军才能够继续往四川而去 是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呢 我们从 虽然他可能是很专度 很霸权 可是呢 他是为了保护他的爱情 而在马玉那一出当中 他也很清楚 必须要离开唐明皇 才能够保全唐明皇 他也愿意为他的爱情而牺牲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洪生呢 抹除两个男人 排除两个女人之后呢 让他的爱情有如此完满的一个部分 但是接着 二十六出之后 杨贵妃就是要来面对 他因为爱情所产生的一个后果 所以呢 他在藉由这个名追当中 要去追索唐明皇 然后呢 也提到了唐明皇 他在往四川的过程当中 如何的思念 如何的忏悔 杨贵妃呢 也在第三十出情悔的部分呢 一再一再对他生前的种种呢 有了很深的忏悔 再过来呢 就是我们在昆卒舞台上 非常有名的音像哭向 其实呢 就是唐明皇 他如何的悔不当初 然后呢 借由很多的曲词呢 来讲 他呢 在这样的一个 事过境迁之后的痛定思痛 他这一句曲词呢 其实呢 非常重要 而且呢 非常有名 托布山 然后呢 小梁州跟腰篇 就连着三支曲子里面 这么唱着 他说呢 修煞咱眼面悲伤 就不得月貌花旁 是寡人全无主张 不合可将他轻放 然后再过来 小梁州很重要 他说 我当时若肯将生去抵堂 未必他执犯君王 纵然犯了又何妨 拳台上到博的永成霜 所以呢 这个小梁州就提到了 他当时候要是呢 能够坚持的话呢 未必是今天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已经晚不回 当时候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 时间过程之后的 一个痛定思痛 他回到了 当时候的情况当中 回不当初 然后呢 如此深切的一个哀痛 那当然最后呢 比如说像神速啦 师姐啦 等等这些情节的安排 那到了先议了 到最后呢 与梦 然后密魂 补恨 寂情这些 才慢慢慢慢的 借由两个人 彼此思念 互相忏悔的过程当中呢 鸿燊安排 他们最终 能够呢 在月宫相见 而且玉皇大帝 还下了一个玉旨 第五十出 重元 玉帝的玉旨 是这样说的 他说 玉帝赤玉 堂皇李隆基 贵妃杨玉环 滋耳二人 本系原始孔生 真人 蓬莱仙子 偶因小浅 赞助人间 金哲献已满 准天孙所奏 见耳情生 命居 刀立天宫 勇为夫妇 如斥奉行 所以以上呢 就是玉皇的 玉旨里面所提到的 他一方面交代了 前世精神 二方面交代了原由 第三方面就是 因为你们彼此 坚持的爱情 所以呢 你们能够 勇居到立天宫 勇为夫妻 所以其实呢 鸿燊呢 他是非常非常的 苦心故意的 来营造这样的一个情节 来凸显这个情 超越生死 然后呢 可以穿越空间 最后只要你有真情 最终还是可以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其实又有点像 汤贤主的牡丹亭 对 只不过呢 这个牡丹亭呢 是爱的死去又活来 他们终究是在人间了 是 而且呢 没有什么前世今生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因为设定了前世 所以最后 人间的爱情 是一个下凡 历劫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呢 要看到彼此的一个立场 跟坚定的一个作为呢 能够最后在天上 有了一个完满的一个结局 所以呢 爱情的一个追求 跟爱情的一个坚持呢 也是很重要 这个可能是洪生要讲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过程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到的爱情如何发展 爱情如何受阻 爱情如何跟忏悔相连结 爱情如何最后得到了一个印证 是这个过程 好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么多的一个情节的安排 是属于爱情的部分 是属于洪生 他在整个剧本写作当中的一个特色 但除此之外 我们跟大家提到了 其实呢 这个剧本写完之后呢 就受到极高的一个赞誉 不管是主题或是情节 在音乐方面也是如此 所以呢 像王继烈银炉曲弹 你们就提到了 他说呢 长生殿全部传奇 总共50折 不特取牌 通体不重复 而前一者之公调 与后一者之公调 前一者之主要角色 与后一者之主要角色 绝不重复 选择公调 分配角色 布置剧情 务实 离合悲欢 错纵参悟 扮演者无劳逸不均之律 观听者 绝层出不穷之妙 自来传奇排场之胜 无过于此 所以呢 从这个地方可以拉得出来 长生殿不仅仅是在剧本文学当中 在剧场演出当中 他都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连接到最高的一个幸福顶点 就是呢 这个金便的部分 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朋友分享 在这个长生殿的一个写作当中呢 除了像从长汉歌或是梧桐语之间的一个曲子 话用之外 他当然也提到了李白的清平调 所以我们会听两支曲子 第一支曲子呢 其实呢 就在金便当中的南气炎回 是由杨贵妃唱的 那提示呢 讲的就是从这个云响衣裳花响容 春风俯坎路华农 这个清平调化用过来 那第二支曲子是南蒲登儿 就是呢 李隆基把杨贵妃灌醉之后 看杨贵妃的罪态 而感到充满了幸福的状况 那这个呢 也是由杨贵妃所唱的 由他被灌醉之后 如何呢 慢慢慢慢张开双眼 看到了老公 如何呢 硬撑起非常柔软的这个肢体 然后呢 最不满山的 跟宫女呢 回到了这个寝宫的这个过程 那这两支曲子呢 不管是在整个的一个 幸福的过程 在深情的表达上面呢 其实呢 我们都可以想象 杨贵妃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呢 是非常非常心满意足的 放松的享受着她的幸福的 好 我们就一块来欣赏 好 花花 花花 一 二 四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三 你 你 傻 我 能 看 我爱你 传传 爱歌 考虑 逼 逼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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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